來第一單元這樣可以嗎 第一單元我們先從單選題第一題開始看喔 之後會進度大家可以複習 反正上什麼就上什麼都沒有關係 單選第一題大家一起看 他說x等於2加√5 安靜安靜 然後y等於多少 y等於2-√5 然後他你求底下這個式子的值 請問你2x3次方加上3x y再加上3倍的xy平方 再加上2y的幾次方 3次方 哎呀問你這個值是多少 其實你掌編沒獎勵你也知道這個題目嘛對不對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大家給我一點回應喔 如果是你會怎麼做 你不會說你要硬把這個東西直接帶進去把它爆開吧 雖然說野獸派是我們的一個想法對不對 硬幹是可以 可是如果你什麼題目都要硬幹 你可能會元氣大傷啊對不對 你說你真的把2加√5這個帶進去 真的把它打開再去整理 這太累了對不對 這個題目的設計喔 他一定是 背後有一些脈絡 你覺得這個東西 他感覺上是要考你什麼關於 同s加y 這個題目在考乘法公式 乘法公式我們先從國中的乘法公式開始 來請問你 s加y 平方 就是s加y乘s加y對不對 你要不要寫一下 s加y的平方應該在座每個同學都會 s乘x是誰 s平方 s乘y叫做sy y乘x就是sy y乘y y乘y y平方 你把它加起來 就很容易得到每個國中生都要背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背得不太好的公式 叫做s平方加什麼 2sy 再加什麼 y平方 所以s加y的完全平方 這個東西應該很熟對不對 對 但是你在高一的時候 我們就會要求同學 要背s加y的幾次方 對 那s加y的三次方 可能在座有些同學 這個印象有一點模糊對不對 印象有一點模糊沒有關係 你就把s加y的平方再乘你多少 再乘s加y 所以你就再乘一次嘛 s平方 s加y 加2sy 再加y的平方 然後再乘多少 s加y 對不對 這乘法公式這個其實蠻常用的嘛 這個打開是誰 x平方乘x是x幾次方 s三次方 2sy乘你x會得到誰 2s平方y 2sy乘y 哎呦對不起 我這個順序有點亂掉 他乘他 他乘他 然後y平方乘x是誰 只加上 x y平方 這樣沒有問題喔 先把每個人都跟x來乘嘛 這裡有三項 這裡有兩項 打開會有六項 我們上下對齊 這樣比較不會亂掉對不對 然後現在再來 s平方乘y 所以這邊會得到 s平方y 2xy乘以y 所以會加上 2xy平方 y平方乘y 會得到誰 y的三次方 所以你把它加起來 應該你對他也不會太陌生才是 來請問你 s加y的三次方 你會得到誰 x的幾次方 3次方 加上3倍的 s平方y 再加3倍的xy平方 再加y的幾次方 3次方 給你20秒好不好 你看一下 這個你高一應該有 背過這個東西 對 行界課程就教這個嘛 對不對 你高進高一的行界課程 就要學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 這種乘法公式 你打開之後 x的次方逐漸怎麼樣 變小 x的次方 變小 3次方 2次方 1次方 這裡沒有看到 x代表是x的幾次方 0次方 y的次方 逐漸變大 y的0次方 y的一次 y的兩次 y的三次 y的兩次 y的三次 然後它的係數也很有玄機 這個係數叫做121 對不對 這個係數叫做誰 1331 121 這個叫做什麼係數 來你看 121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 121 對不對 如果你現在不要把 xy寫出來 你告訴我 121 121 這樣加起來是誰 1331 那你當然知道 它在下一層會是誰 這邊在 1331 所以在下一層 如果是 s加y的四次方 它的係數是誰 1464 對 14 6 4 1 14 6 4 1 如果是五次方 來這邊 14 6 4 15 10 5 1 5 10 10 5 1 對不對 這個叫做國中的朋友 有學過叫什麼三角形 1啊 這邊1 這邊1 然後再來是1 什麼1 121 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1 3 3 1 再來是14 6 6 4 這個三角形叫什麼三角形 這叫巴斯卡三角形 都學過嘛 都學過對不對 我們先確認一下 你高一上學期的乘法公式 對這個東西都有初步的理解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回歸來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整個回過頭來重新看一下這個問題 這個 這個我就插掉了 因為我想說這個同學應該蠻熟的 你有沒有覺得他跟他長得很像 有沒有覺得他很像 但是又沒有完全一樣 你告訴我他跟他什麼地方不一樣 這裡有兩倍的x3次方 可是你這裡是一個x3次方 所以這個傢伙其實他是誰你知道 他是s加y的幾次方 3次方 再加什麼東西 再加x3次方 再加y的3次方 是不是這樣 這樣這樣沒有問題 對不對 看一下可不可以 然後還有一個公式 來請問你 我們高一上還有背後一個公式 s3次方加y的三方 哎呀 來告訴我這個公式是誰啊 他是什麼東西 再乘上什麼東西啊 你還記得嗎 好你要先背給我聽 然後等一下我要問原因 這個可以分解成誰稱一稱 很好很好 s加y 然後後面是什麼 s平方 減掉 sy 加y的平方 很好 來同學寫上去嗎 寫上去啊 這高一上有背過對不對 可是我要問一下 為什麼他會擋於他 你不要跟我偷把右邊這個層開 會擋於左邊 這太爛了吧 從左邊怎麼分解到右邊 你說 你說啊 你以前怎麼理解這個問題 用下面的公式 用這裡 來你看喔 這個傢伙是不是擋於他 所以你從這邊看 我推一次給你看 s3次方 加y的3次方 請問你 他會等於多少 他會等於 s加y的3次方 再減掉什麼東西 減掉這個東西 再減掉這個東西 把它搬過去對不對 但是你搬過去之後 可以把誰提出來 把3倍的sy提出來 這個提出來這邊 這個提出來這邊 x怎麼樣 加y 這叫我意思嗎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你再整理一下 可以把誰 再往外提 s加y 往外提 提出來之後 這裡變成s加y的幾次方 2次方 然後再減掉什麼 3s y 對不對 然後這個東西再整理一下 s加y 乘上 s加y的平方打開 s平方 再減3s 對不對 然後最後就得到我們 一定要背起來的這個公式 s加y 乘上s平方 乘上s平方 減3s y 再加從y的平方 哎呀 這是高中數學嘛 對不對 就推來推去 就這些東西 好 好 這就是高中數學嘛 以前我們教同學怎麼計這公式 來同學問你 這個是正嘛 這個是負嘛 這個是正對不對 這個傢伙 來我問你喔 這個傢伙是正是不是很合理 y乘y平方 是不是會歪的三次方 那你覺得這個地方會不會記不住 你會不會把負的記成正的 不會 為什麼不會 因為如果他是正的 來你看這裡有兩項 這裡有三項 打開會有幾項 六項 每一項都是正的 加起來你覺得最後會變這樣嗎 應該不太合理吧 這裡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減的對不對 這樣打開以後有加油減 才能化解成這個樣子嗎 就感覺上你在記公式 還是需要一點點想法 對吧 然後跟他同一類的公式 還有誰 你猜 叫s三次方怎麼樣 減y的三次方 我再幫你複習喔 來請問你啊 這公式你有推過嗎 這公式是誰 要幫你一次給我聽 s-y 這裡是s-y 然後再來是誰 s-k s平方 加 加 sy 再怎麼樣 加 y的平方 不太爽對不對 對 因為不太爽 因為這年代久遠 你有一點忘記了 建議同學回去推一次 你推一推你就覺得 喔就這樣啊 對不對 會推才是王道 好不好 這些公式都要記住 好不好 乘法公式也沒幾個啊 那我們有這些先輩知識之後 我們終於好像可以來處理一下這個問題 來請問你這個問題要怎麼寫 這裡是s加y的幾次方 三次方 加上s三方加y三方 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把它分解成s加y 再乘上什麼 s平方 減sy 再加y的平方 當然你說老師這樣好麻煩喔 我不如一開始就直接硬幹 隨便你 反正個人選擇對不對 我們現在把這題答案算出來 你告訴我 s加y是多少 2加根號5加2減根號5 這兩個加起來是多少 4啊 所以你告訴我 這邊是4的幾次方 4的三次方 你不覺得這樣比較好算喔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 來請問你 s加y是多少 4 然後再乘上 s平方 s平方我覺得啦 這平方而已 我們直接打開 欸 s平方是誰 9 然後再怎麼樣 加上 4倍的根號5 然後再減掉sY 欸相乘啊 2加根號5乘2減根號5 來你告訴我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乘法公式 2加根號5 再乘上2減根號5 來這個是誰 4減5 這個等於4 減掉多少 4減5 a加b乘a減b 不是a平方 減b平方 所以這個東西 等於多少 負1 所以這個減掉負1 所以就變成加1 再加上y的平方是誰 這個叫做9 減掉4倍的根號5 欸你要幫我看一下我有沒有算錯 因為我這種東西也是我自己憑感覺去算 有時候年紀大了 現在這種東西自己算起來也覺得有一點 就不知道自己有沒有中間寫錯 來這個消掉 919 928 18再加1 19 所以我們先算一下4的參數方式多少 64 再加上4乘以多少 19 欸答案真的對嗎 等於64再加上19乘以4是多少 9436 76 64加76 140 他有沒有一個選項答案是140 有嗎 有嗎 看一下他有沒有一個選項答案是140 快點快點誰之類 那邊有那個 有沒有 他有沒有一個選項答案是140 有還是沒有 有 有 有嗎 有嗎 那就是啊 這樣好不好 有沒有問題 哪裡哪裡 有沒有什麼問題 欸這獎益算不錯啦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這個網路上買一本來100出頭 好不好 這個買一下我覺得不錯 他有一些節目設計 還不錯 等一下幾分了 45分了 不然間就先這樣 謝王志明姐 好